好欢迎您来到TVBS绍康战情室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钱子 为您介绍来宾 首先是前立法委员沈富雄 台北市议员赵怡翔 资深媒体人黄伟汉 立法委员赖世宝 立法委员振振前 新北市议员陈世轩 好观众朋友 再过一个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就要登场了 而现在川普看起来 他的胜率越来越高 极有可能会当选 如果川普当选了 台湾准备好了吗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川普这两天接受媒体访问 讲了很多关于台湾的话 包括再度批评 台湾偷走了我们的晶片生意 讲了两次 而且说要付美国保护费 他在这一篇访问里头 其实讲了很多赤裸裸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就算是黑帮啊 黑社会啊 你要叫我保护你 你也要收钱 你也要付钱 讲得很赤裸啦 讲的真的是蛮露骨的 而这个川普风险现在看起来席卷全世界 大家全球都在预测可能啦 必须要讲还有变化 因为还有一个礼拜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了 依他对台积电 依他对台湾晶片产业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我们的护国神山是不是危险了 我们看到台积电 ADR大跌超过4% 而另外他的副手 范思 其实也说了一些关于台湾的事情 我们来听听看 范思在美东时间26号接受节目专访时提到台湾 声称台湾在全球晶片生产中扮演关键角色 对美国而言印太地区的稳定以及支持台湾 比军援乌克兰来的更加重要 事实上这并非第一次台湾两个字出现在范思的演讲中 今年8月范思到北卡造势 主攻国安议题就曾提及台湾 面对激烈选情 过去立场倾向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 打破36年惯例 今年不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引来不满 原本挺贺锦丽的草稿都已经拟好 却收到老板贝佐斯指令突然喊咖 贝佐斯周日发表一篇标题为 美国人不信任新闻媒体的文章 内容提到这全是内部决定 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换条件 好我们看到美国的未来总统是谁 当然至关重要 对全球来说都非常重要 而你刚刚看到川普跟他的搭档 对于台湾其实点名到好几次 包括范思说 这个原台原比原物更重要 看起来像是正面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川普这个对台湾 其实某种程度感觉不是那么友善 两个人是不是一打一唱 那另外我们看到刚刚讲到台积电 我们的护国神山势必会受到影响 今天台积电跌了10块钱 台股收盘杀掉 这个下挫将近300点 而另外卓榮泰也讲了 他说川普的讲说台湾偷走晶片 这样子的说法我当然不同意 我当然不同意 可是我们也不能怎么样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 我刚刚说了全世界有很多的赌盘在进行 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 国际的赌盘现在看起来一面倒吗 都预测可能川普的胜率会比较高 所以川普胜率在国际赌盘上 大概有七成 一半以上的人预测他可能会当选 那川概股单日飙涨21% 讲的是川普有一个媒体 叫做川普与科技媒体集团 他的股价大涨 那另外未来的风险高还低 那当然还有七天才会 这个选举结果才会出来 我们现在预测也是比较早一点点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台湾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问一下大佬 大佬您怎么看 先讲股票好了 我觉得台积电的ADR 或者台积电今天现货 在台湾的股市跌了10块 不算多 因为跌了10块 最近几个月也常常发生 因为它一般来讲 是跟辉达NVIDIA是联动的 那最近这两三天NVIDIA是横向走势 并没有说特别看好 或是大涨 都没有涨 几乎都没有涨 小跌倒是有 所以台积电今天这个不能判断 跟川普的谈话有直接关系 不过你心理上不得不有准备 台积电未来的这个变数 会比辉达本身要来的多 所以其实这个川普这个人 我认为他就算当选 现在好像看起来当选的机会比 两个礼拜前多的很多 是因为贺锦丽在很多的 这个公开演讲里头 被人家看出你是有口号 没有内容 而我觉得他没有内容的原因 是因为他跟拜登在一起的时候 有很多政策 比如说要不要挖石油啊 边境的移民的政策 好像都有一点在改变 而且改变的结果是导向川普的主张 所以这个被摇摆做的人看不起啊 那我觉得他为什么也摇摆呢 其实今天美国总统的选举的主轴啊 其实只有一个字 到现在这个美国台湾一样都没有人点出来 这个穷啊 这个穷 Poor Poor 穷字 因为穷让富人挺富人啊 让穷人在非常焦虑非常无可奈何之下 也只好挺富人去帮富人 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而且穷人看出 你拜登政权所主张的东西 都没有办法100%彻底落实 而且有点要摆回去 另外一边的话 那穷人只能从头到尾看你不起 所以哦 你晓得今天的我们台湾两个报纸之一 也比较了这个跟一二十年前的这个贫富差距 我们台湾现在这个贫富差距非常大 前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占有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的资产 而且越拉越大 越来越拉越大 所以这个我们的阿嬷啦阿公啊都有说过 说钱四个人在走 人两个人在走 走得赢 但是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正面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看来川普的希望越来越大 那我们我上次在本节目我有讲过 民进党政府不止民进党政府 普遍台湾人民在多年的这种对美国的依赖也好 或者说有恃无恐也好 就是说渐渐也要成一种心态 不晓得要如何处理美国的 如果一旦政策改变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Ready We are ready 有没有这种态度 我觉得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碰到美国 就是连你心里头原来可以讲的 就看侯怡哥去美国做一段时间 我也没有听过他有什么主张啊 对不对 因为他官小啦 主张也听不到 他政治组组长耶 很大耶 问题是这样 你该讲的都不会讲 你讲了他也不听 而且你跟川普这种 川普是什么样的结合 大奸商跟大贱商的结合 大奸商跟大奸商 奸跟奸 一个是第一声 一个是第四声 奸商就奸诈的奸 奸商第四声是盖房子 他是奸商跟奸商的 大结合的大坏蛋 是 这样的当总统 他顶多当四年 四年以后 我觉得共和党 就会逐步回到 他共和党应有的正轨 但四年也很长 但是上一次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要韩国增加九倍的国防预算 九倍哦 不比我们差 他要我们10% 但是九倍跟10% 我想也差不多 韩国撑下去了 韩国没有屈服 韩国应曾撑到拜登上来 然后才处理掉 所以我们该讲的话 一定要让他知道 比如说 我们要叫保护费 是谁在保护谁啊 如果我们没有称在第一岛链的话 那请问老美 你这个第一岛链 是不是有一个大缺口 是啊 这个大缺口 你要填补起来 要多加的费用是多少 你有算过吗 你只能这样算 还不能倒好 他要立即让我们 再对 还有精品业 现在台湾当然是 数一数二世界领先 你是你不行呢 还是我太行 是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的 这种话 如果英文讲不会的话 请口一哥去讲 口一哥你英文好 你跟川普说一下 你跟川普说一下 我想如果我可以直接对川普的话 这个可能会是世界奇迹了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为什么会讨论到 川普可能性很高 因为确实现在摇摆州 大概七个摇摆州当中 无论是一半是贺锦丽 一半是川普 但是赢的幅度都不高 甚至于大概都差距 大概0.2 0.3%左右 那过去为什么川普的优势是什么呢 川普优势就是胜过民调的表现 他过去在2016年的时候 平均胜过民调的推测 胜过6% 在2020年胜过大概2到3%左右 所以这一次就有人说 民调专家说 如果川普胜过民调的推测 就1%就好 1%就好 全数七个摇摆州 全部都赢 所以这为什么会讨论到 民调五五波装装下 但每一个人似乎都会认为 川普胜算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讲到川普 川普我们当然是要审慎的 这个阴影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了解 川普说的话 我觉得是具有兑现的价值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川普说的就是美国优先 他并不是说 美国籍盟友优先 或美国籍台湾优先 就是美国优先据点 所以凡事会是以美国为中心 那这包括在贸易 包括在晶片 包括在经济 包括在国防安全上面 所以我觉得台湾我们的思维 要稍微转换到 我们要了解 美国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川普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讨论到 这个晶片产业 对不对 川普他看的 不是只有说 未来这个高级晶片 在哪里生产 或台湾的优势是什么 他看的是 美国的就业机会消失了 我要如何让美国的 就业机会回来 对不对 他讨论到安全的层面 他会思考到说 我们美国每年的 政府赤字如此的高 我们花大手笔 去做军事的投资 但是我们其他的盟友 有做到吗 对不对 我说的不是认同 但我说的是先去理解 那理解之后 你当然才知道 我们要如何去对话 如何去争取我们的立场 争取我们的角色 如何去跟对方坐下来 去讨论出 双方共同利益点在哪里 所以这是我要强调的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不要认为 川普是一个外交议题 我觉得过去我们国家 无论民进党 国民党都会视为 台美关系 是外交议题 台美关系不是外交议题 川普尤其不是在内 川普你要如何去跟川普沟通 是一个科技议题 是一个贸易议题 是一个经济议题 是一个国防议题 是一个治安议题 所有这些不同部会 大家要坐下来好好讨论 说未来我们要全面性 如何因应川普的当选 哪有那么多议题 It's money It's money 真的太简单 他就是什么 其实要了解川普 大家都知道 他就生意人嘛 做行李 他治理美国 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公司 怎么让我这个公司赚钱 我负债减少啊 所以怎么样 在过去美国就是长期以来 就是世界警察的角色 所以他国际组织 他拼命的说 哇这个全球化 大家都把这个全球 我们通常是全球化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东西说 什么地方做的比较便宜 在台湾做便宜 台湾比较值钱 你在台湾做 在大陆比较便宜 在大陆做 然后呢 美国很会卖 美国听你卖 就这样子大家分工 就国际分工 把整个说 这是全球化的概念 好了 在长期以来 美国全球化的概念 从川普开始就打破了 他2020选上的 2016选上的 他的 slogan是什么 Make a American You're great 对不对 现在什么 就是后面加一个 Again 说我再次让美国伟大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要跟我 要我呢付出代价 对不起 你要付代价 所以我替台湾保护 你呢 要付钱 付保护会 在这里面呢 最有 最很值得大家去玩味的是什么 他今天 今天在立法院 我们就问了 就有人问了说 好 左龙太你认不认同 他讲了说 台湾偷了他的金片 对 左龙太说 当然不认同 好了 你问得你会想 美国人没听到 叫他讲 对不对 他也讲不起 川普的声音 美国人都听见了 两次了 已经讲两次了 对 大家都听见了 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 就觉得 对 台湾偷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金片 产业 所以呢 我们要保护他哦 他要付钱 嗯 这些概念基本上美国人听进去 他们都收到了 对都收到了 昨天他讲的 没听到啊 口味还讲的 直接讲的 也没听到 也没听到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可能 以后就变成他的政策 那很值得大家去 关心跟担心的是什么 说中国大陆如果 我进来台湾 在五月底的时候 他怎么讲 他说我要轟炸北京 哦 听咯 我相信民进党高官 很多人很爽的 哦 轟炸北京呢 今天呢 没有了 没有了哦 他说什么 我要克 中国大陆的关税 150%到200% 加克了哦 加克 加克这么多的关税 是不是 轟炸 那人家一直问他说 那如果 中国大陆入侵了台湾 你要怎么办 他说不会啦 一定不会 他说我当选 中国不会动手 对 中国一定不会动手 理由 不是说 我在这里替台湾出去 不是勒 我跟他关心很好 对 对啊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知道我很crazy 所以他不敢 嗯 他怎么会这样讲呢 这个东西很值得 我们去担心 这个一个team 川普就是一个 不可预测的人 他如果真的当选了 未来 美国的政策会怎么走 我看没有人可以抓得准 感谢你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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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力的 对啊 对啊 对啊